大家好,我是卡爾 那少女迴戰這次出了黃月音UR加 那黃月音UR加這隻角色是非常高練的角色 那一般玩家真的不適合去練這隻 那這隻個比較適合大課長去練 不過力量要超過現在的目前的比較強的角色 還算蠻簡單的 那只有雙波現在就有項羽還有五聖關羽跟神鬼呂布比較難超越之外 那其他角色都自力敏捷那種增田倖村還有自力性角色都超越應該是沒問題啊 不過這隻角色還是給課長練會比較好 這隻因為力量要高過對方 兩個技能都是要高過對方才有高爆發力啊 所以說我們一般玩家就算了吧 那那個黃月音呢 他是在日本是屬於S級的評價 那他是屬於力量型角色攻擊型 然後又是勢力屬於屬陣營 圖鑑屬性是HP2% 彙星抵抗值6800 那故事流猴外身心 來跟東山面鏡S級的表現 那在PVP的時空暗5跟問題終於都是SS級的 小小的福利時間 動作蠻小的福利時間 那黃月音啊這隻角色 你只要高練的話 力量高過對方的話 基本上他的技能1啊 可以打出高火力的穿透傷害啊 那他兩個技能啊 只要力量超過對方 那個傷害都會翻倍啊 那個傷害很誇張啊 那那個 他如果你力量又超過對方的話 你那個彙星1級的機率會提升36% 而且你發動暴擊的時候啊 會無視對方的減傷效果啊 這是他追姿角色的最大賣點啊 無視對方減傷啊 那很恐怖啊 然後出場的時候 還有受重傷的時候 會有固守的減傷60%的狀態啊 這隻蠻強的啊 可是這隻要很高練啊 你只要高練有 那個基本上 對方沒有鎖血的話 一定會掛掉啊 那個 像是最 劉備啊 曹操啊 這種有減傷狀態的角色 那1級都是 幾乎是 被打一次幾乎是掛掉的 很掛的啊 除非是你的力量輸給對方啊 不然的話 力量高過對方的話 一定都可以把對方幹掉啊 沒問題的 這隻角色的音勢啊 就是 比較難達成 現在角色有那個 嬴震啊 會 偷人家音勢50%機率 所以這隻角色要 要獲得音勢又有點麻煩啊 可是這隻角色 你要力量高過對方 又在音勢的方面 著手 就是說 啊 這隻還蠻微妙的啊 這個 就是 我們一般玩家 這不要碰會比較好啊 這給 前幾名的課長去碰 還才能達出這個效果啊 我們一般玩家是沒辦法啊 那我講 詳細一點啊 那他的普通攻擊是力斬 對隨機一名敵人造成100%物理傷害 那 主動技能一是 直死之急 對隨機三名敵人造成2000%物理傷害 並附加800%到2400%力量的真實傷害喔 那 如果你的生命值高於目標啊 那 則傷害加倍 所以他就是打真傷 那你生命高過對方 就可以就是 那個傷害加倍啊 那對生命值百分比最低的一個目標 造成技能總傷害的50%真實傷害啊 那如果重傷任何敵方啊 則追加 施放一次 直死之急 就都觸發一次 所以說這隻角色你打死一隻之後 就可以再觸發一次 再打一次啊 就可以再對三名敵人再打一次 那 主動技能二的話是 超螺旋加速啊 選擇三名敵人 清除目標一個強化效果 對目標造成1800%到3600%的物理傷害 那目標生命值百分比越低 傷害越高 如果自身的力量高於目標 則攻敵比敵民眾 那傷害加倍 如果沒有重傷敵方 則追加施放一次超螺旋加速 那最多觸發兩次 所以等於這隻 你沒有打死對方的話 有機會會打到第三次啊 那第三次 應該要打死對方應該是很容易啊 這隻 就算你沒有高練 練到 吃到藍色的 吃到滿 中間那個吃到滿的話 應該 要打 敏捷跟力量型 要超過對手 還是應該還是可以啦 那就是說 還算可以用啦 這隻 對我們一般的玩家 還是可以用啦 你喜歡套還是可以抽出來啊 那我是不太可能 去抽這隻的 那滅輪1啊 是開啟這個被動技能 倉虎極大 那生命值上限加60% 一樣值加LV乘以400 那滅輪3啊 是被動技能 秘密潛入 施展主動技能時 如果自身的力量高於對方 則會心一級機率提升36% 觸犯灰心一級時 會無視敵方傷害降低屬性的效果 會直接讓對方的那種 減傷屬性完全沒有效果啊 我這個很強啊 這隻 只要你高練 力量超過對方 這隻是無視對方減傷 很容易把人家打死的 所以有減傷的角色 像劉備啊 所以現在最近出的一些 有減傷的角色 可能都會被黃月英打到死啊 很恐怖啊 這隻傷害力很可觀啊 那滅輪9會開啟被動技能 倉虎極大 攻擊加60% 衛星一級傷害加60% 那滅輪9會開啟這個被動技能 蝶影蟲蟲 登場的時候獲得固守狀態 那持續三回合 那受到導致重傷的傷害後 那保留50%生命值 使自身進入固守狀態 持續三回合 那觸發效果和回復效果 僅限觸發一次 那連續戰鬥中可以多次觸發 包括東三秘境 物頂中原等 那固守是傷害降低 那個傷害降低 減少了60% 那傷害反彈提升40% 不可清楚複製與偷取 所以這隻角色 你在龍脈的時候 或是那些 其他戰鬥的時候 你被打死的時候 他馬上就會 會有50%生命值回復 那會還有一個 還送你一個buff 那個 就是那個固守狀態 就是那個傷害 承受降低60% 那傷害反彈提升40% 那這隻又 那個又不可以清楚的 這個buff 還不錯啦 不過 對到如果是對方 也是黃月鷹的話 他的這個傷害 承受降低60% 如果對方是高練 你這隻的 這個就沒有效果啦 呵呵呵 這個真是 算了 那這個 陰式技能是 銀翼殺手 自身每損失18% 生命值 便獲得一枚弱鷹 那累積4枚弱鷹後 立即進入陰式狀態 那陰式狀態下 力量提升30% 生命值吸收提升90% 那持續三回合不可跌加也不可清除 那這隻角色的敗筆就是 這個陰式啊 要自身 每損失18% 18%乘以4 將近快 18 32 72吧 等一下 要損失差不多72%的血 才可以得到陰式 那如果 退方有贏陣的話 你就要小心啦 這個陰式有可能達成不了 那 陰式達成不了的話 你的力量就沒辦法 獲得這個 提升30% 那沒有提升30% 你要達到 有 對方有力量角色的時候 要超過對手的時候 就有點困難 除非是對方 不像你 衝得這麼高的力量的話 那就 你就還是可以 就算你沒有陰式 還是可以打死對方啊 那就是這隻角色的 有點 算是缺點啦 因為他最近出了陰陣 剛好 那這隻沒辦法 這種角色要拿到陰式的技能 就有 陰式要拿到 有點困難一點啦 OK啊 那那個羈絆 只有三個 三個還蠻少的 那這隻角色 就真的不 推薦給 一般玩家去練啦 大課長練就可以了 我們這種角色 就拿鎖寫的角色 就好了 這個 這個不是我們在玩的 那 好啦 就這樣子啦 那喜歡的話 按讚訂閱分享 感謝大家 掰掰